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于未来两天雨还会下得更多 主要是因为在菲律宾东方海面上的热带性地气 未来两天会通过菲律宾进入南海海域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当中 它的外围水气也会影响到台湾的天气 再加上东北风持续再吹 所以周四周五除了中部会转为多云的天气之外 在南部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 雨量会再增加 局部地区甚至会有大雨发生 所以提醒民众明天全台天气都会变得不稳定 外出务必记得攜带雨具了 那么关心完天气之后 再来关心温度方面 现在都已经进入深秋了 各地高温都还是有30多度左右 至于明天的气温表现又会是如何呢 透过地面天气图带大家来关心 从地面天气图上你可以看到 这就是影响我们天气的热带性地气 明天晚上会逐渐靠近菲律宾 那么在北方的冷高压也会逐渐难移到华北地区的位置 除了会带来凉空气之外 也会带来强劲的东北风 所以明天在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 再加上雨持续在下 所以高温会稍稍下滑 约会来到28到31度左右 感受会比今天更舒适 不过在新竹以南 因为受到东北风影响比较小 所以高温还是可以来到31到34度 白天感受还是蛮闷热的 但是当太阳下山之后 全台平地地温都会来到24到26度之间 都是凉爽舒适的温度 但是要提醒中南部的观众朋友 日夜温差还是最多会有9度 所以找出晚归一定要多注意温度变化 小心别着凉了 另外你可以看到明天北部跟东半部 近海的风浪也是蛮大的 最大浪高预估可以来到3公尺 所以提醒在近海作业的渔民朋友 要注意安全 接着就带你来看 为你整理的山海气象 台东南雨明天高温可以来到19度 降雨距离非常高 外出记得攜带雨距 台东南回地区高温可以来到31度 要注意雷震雨的情况 高温可以来到31度 台东西一带高温可以来到31度 要注意雷震雨 台东纵谷地区高温可以来到30度 也要注意雷震雨的情形 台东沿海地区高温可以来到31度 降雨距离最高有50% 花莲瑞穗玉里卓西复里高温可以来到29度 也要注意雷震雨 花莲万荣凤林光复风冰高温可以来到30度 也要注意雷震雨的情况 花莲市一带高温可以来到30度 降雨距离最高有50% 花莲秀林星辰高温可以来到30度 降雨距离最高有60% 宜兰大同南澳宫可以来到27度 降雨距离也是蛮高的外出记得细带雨距 屏东狮子牡丹满洲宫可以来到30度 要注意雷震雨的情形 屏东太武来意圈日宫可以来到30度 外出也要记得细带雨距哦 雾台三地门马家宫可以来到32度 降雨距离最高有50% 桃园纳马夏茂林宫可以来到31度 降雨距离最高有50% 加压里山又降雨的机会 宫可以来到23度 南投仁爱与池水里心意宫可以来到31度 又降雨的机会 台中和平宫可以来到27度 降雨距离最高有40% 苗栗南庄师谭谭 明天又降雨的机会宫可以来到30度 新竹关西尖十五峰宫可以来到31度 降雨距离最高有50% 桃园复兴新北乌来宫可以来到26度 降雨距离也是蛮高的外出 记得细带雨距 外来两天全来天气都不稳定 特别是北部东半部跟南部梯区 要严防局部大雨 那么预估这样的天气要等到 礼拜六的下半天天气才会慢慢好转起来 所以观众朋友外出除了要记得细带雨距之外 下雨路面会湿滑 开车骑车也务必要小心驾驶